男人长着一双孙悟空的眼睛 可以看见常人看不见的东西 但他却并不会有 只会对着美女傻愣愣地看 只见一个美女从他面前走过 他定睛一看 美女竟然瞬间成了卸妆后的模样 甚至比卸妆后还可怕 看到此景 阿强懵了 刚开始他还以为是自己眼花 没想到 来到警局上班后 他看向一个犯人 竟然也显现出了怪物的样子 但一转眼又变回了原样 此时的阿强并不知道 自己身世的秘密 而城市里的某种神秘又可怕的东西 也在慢慢苏醒 这天 一个红衣女孩正在晨跑路上 在半路他看到一个小红帽的玩偶 好奇的他捡起来刚要放进口袋 可下一秒 很快 接到报警的阿强赶到了现场 那个被袭击的女孩 只剩下满地的残肢 而附近也有一些奇怪的脚印 报警人说这可能是野兽造成的命案 毕竟林子大什么鬼都有 但为了保险起见 阿强把女孩的DNA带了回去 回到警局后 他们一边等着化验结果 一边统计事发地附近 常出没的野兽种类 但结果很意外 这些野兽的凶残程度 并不足以让一个女孩无马分尸 事情变得越来越蹊跷 这时 他们又接到一个失踪的报警电话 来到报警人家门前 得知他的摄友早上出去晨跑后 就一直没有回来 随后 他们拿到失踪女孩的照片 回到警局进行比对后 失踪的女孩正是惊天遇害的那位 但目前搜集到的线索就这么多 下班后 阿强本想回家向女友求婚 可十几年没见的姑妈却突然到访 在两人相拥时 姑妈说想出去聊聊 并且露出了奇怪的表情 他们来到外面后 姑妈问她 最近有没有看到奇怪的东西 阿强还没反应过来 但姑妈似乎已经知道了答案 她告诉阿强 自己身体快不行了 家族还有很多秘密意识般会讲得清楚 但很快就会降临在她头上 还让她远离引诱 避免不必要的麻烦 阿强听完一头雾水 可还没问清楚情况 意外却突然来临 他警惕地拔出40米大刀防备 可以转身就碰到一只手拿50米镰刀的怪物 两人一碰面 就打得不可开交 阿强被这场面吓到了 本以为姑妈很厉害 但这都是以为而已 武器短了10米的姑妈 很快就落入了下风 阿强上前帮忙还险些被带走 关键时刻 阿强终于想起自己是个警察 他立马拿出手枪 对着怪物扣动扳机 几枪下去怪物立马倒地不起 而他的脸也慢慢变回了人样 随后 阿强来到姑妈身旁 只见姑妈给了他一串神秘项链 并告诉阿强 他的父母并非死于意外而是他杀 可话没说完就晕了过去 姑妈被送去医院后 很快就醒了过来 阿强带着疑惑找到他 想知道父母遇害的真相 可姑妈却选择性地避开话题 只说了他的身世 他告诉阿强 他就是格林家族仅剩的血脉之一 看到怪物就是他的命运 往后还有更多未知的东西等着他 阿强满脸愁容 听姑妈一席话如听一席话 走出病房后 他发现姑妈给的项链竟然是把钥匙 答案或许就在钥匙身上 随后 他来到警局 拿着镰刀怪的凶器研究了起来 上面的文字翻译过来就是格林猎人 这时 阿伟也通过指纹查到了镰刀怪的身体 他正是在逃的杀人犯 而队长听说阿强今天的事情后 还特地过来给他放假 让他好好休息 可阿强回到家后 没睡多久就被噩梦缠上 在梦里 一只怪物正追着他的女友阿珍 还没看清怪物面容 阿强就醒了过来 他看着姑妈停在楼下的房车 再次想起那穿钥匙项链 于是 他来到姑妈的房车里寻找秘密 先是打开了一个满是近战武器的柜子 接着又在桌子上看到了一本怪物百科全书 书上全是格林祖辈们记载下来的怪物资料 可阿强还没看几眼 阿珍就闯了进来 为了不让他知道秘密 阿强赶紧和他离开了房车 而两人刚进屋 远处似乎有什么东西盯着他们 到了第二天 女孩遇害的案子也有了着落 阿伟把现场的脚印做了还原 行凶者可能是穿着马钉靴的男人 而那个穿着马钉靴的男人 依旧大摇大摆地游走在城市里 而这次他又盯上了一个红衣小女孩 没多久 女孩的家人就报了警 得知女孩是去外公家路上失踪的 并且失踪当天身着红色外套 这一细节 不得不让众人想起上一起案件 似乎存在着某种关联 阿强告诉队长 前几天失踪的遇害大学生也是穿着红衣服 似乎凶手就是同一人所为 顺着这个逻辑 阿强和阿伟顺着女孩外公家的方向寻找 最终在一处林子里发现了女孩的背包 并且附近还出现了熟悉的脚印 阿强见状 顺着脚印来到了另一条街 就在这时 他看到了可怕的英语 男人发现阿强看到他后 赶紧跑回房间 见状 阿强冲向男人 在他关门前死死掐住他 然而 警察搜了男人的房子后 并没有发现红衣小女孩的踪迹 可阿强仍旧认为男人就是凶手 而阿伟却告诉他 男人连前科都没有 仅凭他看了小孩一眼 不足以定罪 就这样 他们放走了男人 到了晚上 阿强依旧不死心 他打开百科全书 凭着记忆找到了和男人相似的怪物记载 于是 他借着夜色潜伏到了男人家附近 等男人在后院排完水后 他悄悄来到了屋后 正准备翻窗进屋室 那个男人却抢先偷袭了他 男人并没有对阿强下死守 还请他进屋喝起了酒 他告诉阿强 自己一眼就看出了他是格林家族的人 还说自己是格林故事的铁粉 从小就是听着他们的故事长大 从阿强笨拙的行为中 他知道阿强是个新手 便承认自己就是书中记载的狼人 名叫阿狼 并且已经金盆洗澡 过上了吃素的生活 然而 阿强依旧不依不饶 甚至想让他帮忙寻找凶手 因为阿狼之前在后院排水的行为 和动物划分领地的行为一模一样 这附近肯定有他的同类 就这样 在阿强友好的请求下 阿狼答应了他 很快 两人出发了 阿狼探出头闻着未开车 没多久 他就闻到了小女孩的气味 可开到一处木桥时 他却停下脚壁 因为再往前 凶手就会闻到他们 为了掩盖气味 阿狼拿出一包草药 两人涂满全身后 徒步走向了森林之中 可快来到凶手家时 小女孩的味道却激起了阿狼的狼心 为了不伤及无辜 他只好丢下阿强 自己跑回家醒脑 没办法 阿强只能打电话给阿伟帮忙 话音刚落 那个男人也察觉到了异样 他赶紧打开囚禁女孩的地下室门 警告他不要乱动 接着合上门 在上面铺了地毯 用桌子牢牢压实 此时 阿伟终于赶来 两人敲响了男人的家门 一开门 他早已换下了马丁靴 一脸淡定地迎接两位的到来 他们进去后 男人让他们随便搜 转头就走进了厨房 而阿强两人不论怎么找 都找不到女孩的痕迹 甚至连一双马钉靴都找不到 阿强有点不耐烦了 想直接询问男人 可刚走进厨房 男人就露出了诡异的表情 他们问男人是否见过女孩 可男人依旧假装不知情 没办法 他们只能停止调查 可就在他们走出房子后 阿伟突然想到了什么 当阿强转头看向男人时 男人下意识地关上了灯 看来凶手是他没错了 健壮 两人直接冲进房里 可进去后 男人却凭空消失了 就在两人搜寻时 变成狼人的男人突然冲出来 撞倒了阿伟 他本以为可以顺利逃跑 却不料 起身后的阿伟迅速追了出去 连开几枪后 男人直接栽了跟头 等阿强把他翻过身时 男人留下一句话就断情了 随后 他们在客厅里找到了地下室入口 终于找到了失踪的小女孩 很快 解决完事情的阿强 回到医院看望姑妈 他明白了今天的事 就是格林童话里写的 小红帽与灰太郎的故事 正当他和姑妈聊天时 一个护士拿着药瓶过来给姑妈打针 阿强抬头一看 虽然是白天看到的那个女人 但还没反应过来 她就被一针扎在了手上 跑在附近的人赶了过来 女人没机会对姑妈下手 而阿强晕过去后 女人也露出了怪物的脸庞 随后 他走出医院坐上了一辆车 开车的人正是阿强的队长彪哥 而彪哥和怪物又在密谋着什么呢 好了 我是夜球 我们下一集再见